失蹤的馬航370調查人員星期二表示 他們有高度信心認定2014年失蹤的馬航班機 不在一直進行搜索的印度洋大片區域 搜尋工作花費了大約1億5千萬美元 搜尋的區域達到12萬平方公里 但仍然未能找到任何的蹤跡 有大約20片疑似飛機的殘骸被衝上了西印度洋的海岸 領導搜尋工作的澳大利亞運輸安全局的一份報告說 經過分析衛星數據以下飛機殘骸的漂流模式 他們認為飛機所在的地點可能是在搜尋區域以白 目前的搜尋使命將於下個月底結束 澳大利亞交通部長切斯特星期二發表聲明說 根據有關國方的協議除非有可信的證據顯示 飛機可能所在的位置否則搜尋工作將會終止 馬航370班機2014年3月從吉隆坡飛往北京途中失蹤 機上有239人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